我们开始讲两个重要的格局 第一个叫实伤生财格 实伤生财格一定要在日主旺的时候 第二个叫日主弱的时候 商官配应格 这两个格局怎么理解呢 比如说我们日主 日主夹 如果是商官呢 如果是实伤呢 就是并 如果是日主强的时候 有商官没有财 如果是商官没有财 也会有钱赚 但是赚的都是幸福钱 就是赚一份利益赚点钱 如果有了财 如果有财 火生土 比如有物 就是说他赚钱的动力就更足 然后会遇到一些财运 机运 所以就说实伤有财的时候 他赚钱很多 没有财的时候 他就有体力活 或者是脑果写文字 你写到他字来收多少钱 但是这些呢 一定要要日主旺 因为日主如果国旺的话 日主弱生旺的话 这个遇到很多时候 你富数很多 但是实际上得到的缺少 无论是感情 还是在工作上来说 你一说这么大部分都是准的 然后呢 这边呢 日主弱的时候就商官配应 这个怎么理解呢 就是说如果是你日主很弱 这个时候他耗气很严重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游进 因为要加水 游进呢 游进呢 他就可以让你去克制一下实神 这个就叫商官配应 丙或者丙 他就会克制他 让这个日主和实神做一个平衡 这样的话就会好一些 所以很多人呢 他如果是不行的话 就是我们就鼓励他去读书 鼓励他读书 因为硬就是读书 除非之事 当然有些人他不喜欢老去读书 比如说多学一份技能 一般这个都是对的 但是这里呢 是商生财呢 就是以财为用 如果是财比合出了 他就不好 就说明这个财运受阻 付出的努力是没有什么回报的 好 后面呢还有一个格局 叫食伤逢财官 其实不老是刻在第三期第一讲的 后半部分讲了很多 就是食伤逢财官 我这边来紧接一下 实际上说 食伤逢财官呢 我们要看日主弱还是日主弱的两种情况 如果是日主弱的情况 如果是日主弱的情况呢 如果日主弱的时候 我们是不喜欢有财有关的 因为日主弱的时候 关又很强 关又去克日主 这时候呢 有了财呢 就会降低了食伤去克制官的这个力量 这样的话就让日主不堪耗泄 就是说 日主弱的时候 是不喜欢食伤 可是不喜欢分财官的 日主弱的时候呢 他反而就说 希望有一点克制的力量 这个时候呢 就是不官的官就是喜用 就不喜欢官被克的 这时候呢 有了财之后呢 食伤生财 财生官 这样呢 官对日主有一个克制的力量 这个是好事 所以要看这个官是喜用还是计用 官是喜我们就喜欢财 如果官是计 我们就不喜欢财 其实郭老师在第三期第一讲的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再总结一下 好 再加两个个语 一个叫用食缝印 用食缝印呢 我们就与伤官配印来对照了看 伤官配印呢 这个是好的 这个实际上就是伤官太旺 伤官太多 我们需要用印来制 这个呢 用食缝印呢 就是一个差的 就是说我们来用食伤生财 这个时候是一个食伤 食伤是用神的时候呢 被印制掉了 就是用食缝印 用食缝印这个就是不好的 这个就是好的 然后呢 还有一个叫财制印护食神 如果小的时候呢 食神要生财 日主也比较旺 但是如果这时候呢 用食缝印了 正时候就喜欢用财 去制住这个印 所以总来说 我们现在学到这些课题 食伤生财 食伤生财 喜欢日主妄 然后呢 商官配印 这也是好的 这是日主妄 商官配音也是日主妄 食伤风财官呢 就是看日主妄日弱 日主妄我们就洗财 日主弱我们就不洗财 日主弱我们就不喜欢财 食伤和财制主 然后用食缝印 也是日主妄的时候 日主妄的时候 我们不喜欢这个印来制 如果是财制印护食神 也是日主妄的时候